好 我们第五场校园Superstar复赛的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了 这时候我心情挺紧张的 连你也紧张啊 为什么 没有 因为真的 这一关一过的话呢 就是杀入半决赛了 对我们的参赛者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是 所以呢 现在每位参赛者在后面呢 已经是开始warm up了 听叶良俊老师的那一番话 对 重点是在家里的你记得要打电话 千万不要让你喜欢的校园Superstar呢 在今天被淘汰出去 对 因为第一位即将出场呢 就是加东修道院女校的F1谢慧贤 带来歌曲呢 就是张晓涵的《喜欢女没道理》 掌声欢迎 一个真心家真是酒肉玫瑰 变成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 感动响动和巧克力般多变 能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 爱情甜着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 等我们一起去探险 原来爱的甜美这剧照在每一个瞬间 到天起身是永远 恋爱的甜美这剧照在每一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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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我们不肯 爱长往南不肯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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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可逃避你都为我实现 爱情甜着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 等我们一起去探险 原来爱的甜美这剧照在每一个瞬间 保存期限是永远 恋爱Latina 拯救也许的浪漫 喜欢你没有道理 高兴请勇不挽 恋爱Latina 拯救甜蜜的心甘 平常你温柔中爱 超完美的口感 恋爱Latina 拯救也许的浪漫 喜欢你没有道理 高兴请勇不挽 恋爱Latina 拯救甜蜜在心甘 平常你温柔中爱 超完美的口感 恋爱Latina 拯救也许的浪漫 喜欢你没有道理 高兴请勇不挽 恋爱Latina 拯救甜蜜在心甘 平常你温柔中爱 超完美的口感 Latina 拯救翻车 好 慧玄 我总是认为你的那个外表 很有人气 很可爱 而且你外表外形各方面都很适合唱 这类型的歌曲 可是你的声音跟你的唱法 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适合唱 这类型的歌曲 我发现有一些尾音 有点拉太长了 因为这种歌曲 有时你要短一点点 你拉太长就显得 有点点那个 好像刻意要去抖 而去拉给它长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整首歌曲呢 我都觉得有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有一点点偏高 一直太用力地去唱 所以偏高了一点点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评判 来 慧仙 好的 就是你今天很可爱 OK 谢谢 你会利用你的可爱 来加分 那个是很好 还有你的唱功 我觉得是有进步的 因为你唱在那个地方 你会把你的口张开 那个张力就会比较出来 那个是很好的 只是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它 它有点像舞曲嘛 那我觉得虽然你今天已经净烈 但是你还是要多一点 那个舞台的魅力 要多一点出来 OK 加油 谢谢评判 对我而言 因为来到这样的阶段 要求就会更高 因为我觉得你整首歌其实唱 都是在用鼻音在唱 你很多音音啊啊的很多声音 很多这样子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 你有时候应该换着用一点胸腔 又一点bass 不一定全部要用鼻音 然后你这首歌 是应该把它唱得再轻一点 但是我觉得太重 太用力了 然后我觉得你的咬字 非常的含糊 非常不清楚 这是你唱这首歌 可能我觉得 以你的声音来说 你的声音其实是蛮甜美 只是说你选这首歌 我觉得有一点危险 那今天终于碰到危险 所以要再加油啊 将来如果你能够进缺的话 这个 注意选歌方面 加油 谢谢林盼 好 我相信呢 第一位出场哦 每一次呢 都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就不晓得呢 到底会获得多少分数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慧贤的得分 林启玉7分 叶良俊8分 李飞辉6.5分 总分是21.5分 知识慧贤的朋友呢 请拨打19001123301 或者SMSF1到71199